《境界法师》 师父答疑 刹那无生这四个字 是指我们的一念心 跟清净心接触的那一个刹那 叫做刹那无生 所以无生指的是清净心 因为清净心没有生灭象 它离一切的生灭象 所以它是无生 其实无生就是无灭的意思 为什么我们跟珍珠的相应 是刹那的 是瞬间的 是圆顿止观 是当下的 这个观念很重要 你看我们是修 比方说你修不识 不识是当下成就的吗 当然不识 你可能今天不识一点 明天不识一点 你不识了一辈子 才有福报出现 不识它是点点滴滴 所有的识修都要建修的 持戒也是这样 你今天持戒 明天持戒 要经过三年小成 五年终成 十年大成 所有的识修都没有所谓的 刹那这两个字 凡是刹那 一定是理观 就是所谓的理则顿悟 是须见修 诸位 我现在考你一个问题 你们听了师父这么多课 为什么理观是顿悟的 是顿入的 就是偶艺大师说的 顿入不思意境 为什么 给你们想三十秒 这个很重要 这个观念 在你临命中是很重要 为什么识修 不能将我刹那 去修补诗 刹那去持戒 不可以 持戒只能够累积性的 我一辈子去修补诗 一辈子修持戒 只有理观 才叫做差了 想到了吗 对 因为理观的 真如是你本具的 它本来就在你的心中 你不用去修它 你只要怎么样 你知道 觉悟就好了 哦 原来我一念打忘想的心的本质是清净心 在整个佛陀的教法当中 有资格称为刹那这两个字的 就刹那相应的 只有两个法门 一个是真如法 一个是净土宗 在净土宗讲的 林中的感应道交也是刹那 一刹那终理五拙 为什么 因为极乐世界功德 也不是以修的 也是本具的 它是本具的 也是阿弥陀佛成就的 我们只是转它成子 我们跟弥陀的功德 以及现成的功德 感应道交 所以 在佛教里面 凡是谈到刹那的 就是这个东西 已经成就了 就看你要不要跟它 感应道交 看你要不要去接受它 承认它而已 有些人你看 他能够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 他过去业长深重 造了很多的罪业 林中的时候 突然间当下安定下来 念佛往生 欧义大师说 像这种无逆时恶 能代业往生的 都是过去生理观很强的 否则他做不到 你有本事你做做看 你造无逆时恶 你临命中会是躁动不安的 那个业力会去压迫你的 你那时候 内心弟子心不安的感觉 是非常严重的 虽然果报还没有现前 但是那个花宝就够你受了 那个罪业的花宝 而你看某人 他造了无逆时恶 林中为什么就能够瞬间 突然间安定下来 不随望转 提起佛号往生 这种人 欧义大师说 是百千万中难得其一 就这个人是过去生 理观很强 今生是一时的糊涂犯了罪业 但是理观的智慧不会退失 理观的本身 你观照的是你一念的真如本性 是清净心 它是模拟宝珠 而你本来就有模拟宝珠 只是你过去不知道 所以你知道你有模拟宝珠了 你心就安定下来了 你以为模拟宝珠是你修来的 当然不是 所以诸位凡是跟修得有关的 比如说 持戒 你本身有持戒吗 你当然没有持戒吗 你内心是清净 哪有持戒 持戒是后来的庄严吗 持戒要去修吗 要 不是要修吗 当然要修吗 所以 是修是要靠外在的法门 脱笔法门 来庄严你的内心 这个是慢慢修的 修多少算多少 但是理观 你是直观你的真如本性 当下本来清净 本来具足 它是本来就存在在那里 你过去把它忽略了 所以 它叫沙纳无声 它重点在刹那 能够称为刹那的 只有两个 一个是真如法 一个是净土法门 它立门 裹地交 因为这个都是现成的 诸位 这个观念对你临命中很重要 你在临命中的时候 会很多妄想干扰你 你想要快速地把心安定下来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跟你的真如本性对接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你马上就能够不遂望转 这个主题 我们待会儿会说明 所以 以刹那无声 这四个字很重要 它的核心思想 在于刹那这两个字 因为无声 你的心本来就是无声的 所以你看 净土颤里面说 我们凡夫在无声中 望见生灭 在菩提中 望起烦恼 一面清净的镜子 我们自己再跟灰尘互动 自己跟灰尘互动 我们却不认那面清净的镜子 我们只去注意哪个 因缘所生法的假象 结果就弄得 自己在清净心中 去显现生死轮回 所以 你现在的重点 是把那面清净的镜子找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